如果你不想别人只看中你外貌 而是听你声音的话 那你来一对地方了 我叫李戴默 今年24岁 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春年们 我喜欢唱歌 这可能跟我大学时期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 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胖 最胖的时候将近350斤 可能最后分手也跟特别胖有关系吧 这之后我就非常喜欢唱情歌 因为唱情歌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那些种种那些过往 全都会在我眼前浮现 很多人都觉得我长得这么粗犷 能不能唱那种很细腻的情歌 我不那么认为 我为了学唱情歌呢 我可能会躲在角落里学 甚至在卫生间里唱 今天来到中国好声音 我是来寻找认同感 我渴望四位导师能够为我转身 我准备好了 李戴默 你是唱情歌的好手 加油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层顾虑 你就这样出现 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 情不自已 可是你偏要这样 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的消失 从我的世界里没有一群 剩下的只是回忆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 难道是缘分 难道是天意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我里 弓哥你什么意思 你又给我抢人呐 你又没有发现 我听歌是比较冷静一点 我是跳到第二个假音 我才按唱 那我想这个 这是我懂吧 哈哈哈 你出什么认识 为什么谁由你懂 我是等着他第三个下 一下哈哈哈哈 哇你比我还冷静 哈哈哈哈唱的太爷们了 你都没人吗 我跟人家人哎呀妈 陪人家都没人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黛默 李黛默对 今年几岁24岁 2024岁啊 长得有点着急 哈哈哈哈 赶着长啊 哈哈哈哈 那一点吧别急啊 哈哈哈哈 我比较奇怪 那个朋友没按 他唱的挺好的 我为什么没按钮呢 就是因为他的声音 他的声音很厚 嗯 他一直是包着唱的 在里面 我想听到的是出来一点 有那种刺边的那种感觉 他可能能驾驭更好的 我是今天转过来 我发现我们建了一个 柔情铁汉 这么魁梧的身材 然后 真的是以这样的款款柔情 在在演绎 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歌手 如果你在我的团队里 我会尽量帮你 再拓宽你的一点表现力 恰巧我个人呢 可以把嗓子敞开来唱 所以我可以让他的真假音部分 更上一层楼 如果你在我的队上 我会让你那个光头光芒万丈 让你眼睛睁不开 好了请你做一个决定 其实四位老师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我非常希望 能够加入 我刘凯老师的队伍 叨队 或者是 太感人了 你还是游戏 太感人了 来 我跟你说口渣的 好热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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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喉 这是铁汉柔情的李戴摩 一朝的成功 迈出了真实的第一步 一转我就知道这事情